很多人都会戴上手套 不过戴着手套就无法操作现在很流行的触控式荧幕智慧手机 基本现在就有一种手套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种手套手指前端的部位缝上了一种特殊材质的布料 它不会阻隔手指发出来的微弱静电 导电的效果非常好 因此戴着它也能够顺利的用触控的方式来操作现在的手机 十分方便 另外很多人怕冷会在腰部贴上冷暖包 不过贴久了有时会太热 基本现在有一种保暖腰带 把它围在腰上按下按钮 就会发现腰部开始变暖 最棒的是它不会有过热的问题 温度达到40度后就不会再上升 这种保暖腰带里面藏了碳纤维能够帮助导电 另一方面又混入了一种预热就会重剪的塑胶成分 可以减弱电流传导的效果 让腰带一直维持在适当的温度 冲衣器店可以用三个半小时 外出佩戴就没有保暖的功用 还有有时候外头地面的温度太低 脚很容易就受凉受冻 基本现在有一种保暖鞋 穿上它走个15分钟 再和一般的鞋子做比较 就会发现右边这种新开发的保暖鞋 鞋子里面的温度比较高 这是因为鞋子里装了一种鞋垫 它只要遇上湿气就会发热 所以当脚稍微出汗时 这种鞋垫的温度就会升高 保暖效果很好 也是一样很适合冬天使用的保暖商品 感谢观看